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 門徒頻道 現在看到戰況非常激烈 現在是非常激烈的 死警察走過來 人踩人MCI來的 阿Sir 知不知道什麼東西叫MCI 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人踩人 有沒有第一天中了胡椒炮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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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媒體 又去網會 誰當的網會 基督教,網媒 強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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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 主持Harvey Ernest Eric Mark Eric Kwok Winnie 大家好 又到《門徒公義》的時間 我是主持Ernest 爛聲Eric Kwok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讚好 訂閱 分享 最重要是課金 今集節目非常精彩 首先 精彩主菜 如果大家讀聖經 彼得是三次不認住 這個人厲害了 他三次不認自己是黃絲 這個就 緊要了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接著就是梁彥成 因為他亂說了 新疆血綿這個議題 最後就是批評信仰百川的文章 美國社會取消文化的文章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第一個題目 今集的主菜 就是見到神學院副教授 黃教會 樓堂 Flo Church的創辦人 陳偉安 就在前一個星期六的復活節 網上崇拜 居然三次不承認 樓堂是黃色的教會 就像聖經的彼得 三次不認住 他不僅如此 他還要借會眾過招 他就說 剛好參與的會眾 會眾都是黃絲 這個講法是跟去年 跟蘇寧教會傳導 王敬業一起做的Facebook Live 講法完全相反 我們先跟聽眾 快速重分整件事 樓堂前一個星期六 舉行復活節崇拜 題目叫做 《國安法下香港基督徒3》 這是一個系列 經文是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 當然是粉紅塵 陳維安主講 整篇講到主要是講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 香港基督徒如何自處 首先他指出 信徒不要落入 和時代同化的處境裡 特別是近日香港發生很多荒謬的事 然後他質疑主流教會的教導 在世而不熟悉 他說我們又是不是真的不熟這個世界呢 作為香港人 我們是否又真的不熟這個世界呢 教會是否可逃離社會的事情呢 進一步提到 我們又不是緊緊滿足於世界的狀態呢 提及自己近年寫了很多文章 嘗試和這個世界的關聯 他指出 保羅不是要我們離開 反對這個世界 反而是要我們積極活在這個世界裡 提醒長期打喪屍的人 最後因為喪屍太多絕望過度 自己都離開不到 最後成為了喪屍 再解釋 更新的意思是不斷披上上帝 改變我們的心思意念 到這個末段忽然就遮提發揮 三次說Full Church不是王 好 那我們去拍片 說了很多次了 Full Church不是王的 我想說 就算你和我 剛好整個都是王的 也好 這是一個美麗的巧合 只是一個 剛好的只是一個 當然 也不是剛好的 也有些原因 但是Full Church不是王的 你和我可以是王 你在這個階段裡面 但是Full Church不可以是王的 不是說王什麼不好 也不是叫你變回藍 而是王不是我們 教了終極裡面的本質 如果我們是王的 本質我們就很嚴重 不要容量自己 Full Church在某個時代裡面 不要容量自己 Full Church在某個對抗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看到這條片 其實很清楚就是 陳維安就是三次說到 劉堂不是王的教會 很清楚的 三次不認王 沒錯 我們翻查資料 五個月前 即是11月13日上年 他就和蘇寧教會的傳導 王敬業 進行了一個Facebook Live 突擊的Facebook Live 當時在談什麼呢 就是談談疫情嚴重的時候 對於教會有什麼影響 他居然重申 Full Church是黃絲教會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片 好 去片 我這樣說我不是 我們Full Church是大口罩 我發覺整件事 政治運動之後的疫情 其實很多就算是很偏向 好像我們這些 所謂黃的教會 其實是守法的 其實是很無奈地守法的 因為怕被人捉痛腳 所以其實全港教會 突然間是不想守都要守的 因為我們這樣 Eric 你看完陳惠安這兩段的說法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真的充滿了這個無奈加憤怒 所以既不是黃 亦也是黃 那就是可能是粉紅 其實都說了 前言不對後語 不如說他自己是粉紅那個 或者是黃 其實我覺得 今次陳惠安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已經知道 陳惠安確實是一個黃絲教會 或者流淚是一間黃絲教會 你看到他的港道代土的事項 其實都是和黃絲的光譜立場很接近 這個重點是別人不認黃 正正就是你前言不對後語之餘 你還在利用黃絲的形象 是騙順妥 你劉堂那個是有Patreon帳戶的 即是你用來收貨金 我聽過他說 剛好 只不過我們的會眾是黃 關我什麼事 那你又不走 我都告訴你我是粉紅症 黃教會你又要來 有沒有辦法 陳惠安都很無奈 看來 你一時又說黃 一時又不是黃 當然一定是前言不對後語 是 但其實我們四年前已經揭穿了你不是黃 已經 四年前17年的時候 七警案 那個七個毆打曾建超的警員 就要判坐兩年牢 是吧 當時不論教內外 已經是慶祝了 拖了香檳慶祝了 唯獨就是你 陳惠安覺得不應該 為什麼 因為你說更大的不義 從來沒有倒下過 我是不會開香檳慶祝的 不會慶祝的 然後你還用曹席的七部司 暗譽七警和香港人 都是本事和今生來的 這樣 所以被人罵得反肚 不僅如此 你呢 我曾經說過 要改革福音派教會 我當你自己是馬丁路德和他相提並論 但當然 我知道你不應該慶祝七警被判囚開始 我已經斷定了 你說要改革福音派教會 這是假的 這麼厲害 還不僅如此 之後請盧龍光 這個藍絲教會 說越鬥越輸 不要跟中共鬥 他在神學路斯盆寧會 他是搞手來的 陳惠安是搞手來的 找藍絲教會去說 投降 交信徒投降 結果不斷地現形 還有 你在講道裡面 你還好意思說 教導信徒不應該僅僅 在世的狀態 講到自己會寫文章嘗試 和這個世界的關聯 喂大哥 你去年那篇《歡容論》的文章 搞到滿城風雨 你寫什麼 你覺得這個年頭 基督徒最重要是要學識寬容 寬容什麼 你見到政府那種橫行 道行逆思 還有對於逆政那種 沒有作為的 你看到這些東西 道行逆思 指鹿為馬的事 這麼多的時候 你還要講寬容 結果就被人罵你反逃 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哥 所以就是說 最不和世界關聯的 就是你的包裝文章 你的文章 簡單來說 你昨天的文章 只不過是用美麗的言詞 去包裝一些歪理 去說出來 騙一些人去落答 去信你 其實是和世界沒有關係 因為你只不過是 沒有解決你現在現實的問題 好像說寬容 寬容什麼用呢 政權這樣 你說什麼寬容呢 所以為什麼就是被人罵爆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就是 你引用著 不要效法世界的經文 來證明 教會不能是王的本質 這件事 本身是錯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大家看聖經的時候 真的要留意前文後理 十二章一至二節 說到 保羅就是用末際 不要信從時代 去教導當時羅馬教會的信徒 表明 我們每一個信徒 才能夠代表自己的信仰忠誠 怎麼證明 我們對基督信仰忠誠 就是反映我們的行事為人 和人的關係 能否看到基督的樣色 能否表女如一 敬拜神 另一方面 保羅教導我們 不要和世界同化 當時羅馬帝國的專權 是一個迫害基督徒的年代 保羅正正在指控當時的時代 和上帝對立 所以 教會能不能夠王 即是福祉場物的王 已經不重要 為什麼 真教會的存在 就是和這個世代抗衡 我再說一次 教會能不能夠王 不重要 因為真教會的存在 見到基督的樣色 可否表女如一 敬拜是奉神 行事為人 是怎樣 見不見到神 這件事 就是真教會 真教會就是做的這件事 就是和劣質的文化抗衡 教會存在就是這件事 原來12章3至16節 基督徒的新的生活 原來是和第十三章有關的 大家去看羅馬帝國的歷史 羅馬帝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帝國 來的呢 專權 殘暴 剝削人民 將皇帝神化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所以 保羅在十三章 就在一至七章 正正處理教會和帝國之間的關係 保羅就是指所有的權力是來自上帝 但是不等於神沒有絕對的主權 去對掌權者作審判 就是說 神是有最終的主權審判那個掌權者的 第二 如果一個政權不是令到作惡的人懼怕 反而令到行善懼懼怕的時候 必定會受到上帝的審判 八至十節就是歸納前面 十二章三至十六節的生活方式 所以 保羅在十二章和十三章的教導 不是教會的本質 能不能夠黃的問題 而是在專權獨裁的體制之下 教會和信徒應該有正確的理解 這是正確的理解 如果用回七年前 街頭佔領的光譜劃分的時候 黃絲教會的確是有保羅提及那種對掌權者正確的理解 即是批判不義 他會教信徒走出公義 陳惠安抽離了所有經文的前文後理 單單說基督徒怎樣生活是不對的 我總結其實很簡單 這個陳惠安是一個王爺詩的貢業 為什麼大家知道 陳惠安的誕生是因為我們王爺詩 不斷地盲目跟從這一類 懂得包裝 這一類人懂得寫一些文章 可能將一些似是非的道理 說得好像是對的 那些王爺詩就不加思索接受了 結果就是形成了這樣的圈子 跟從的人就不是適合的建制大項目 譬如可能是蘇永智 管浩明 抗保羅 這一類 大家是很清楚的藍絲的目者 他們只不過是黃色的目者 但是他們是不會看之後他們的貼文 他們的行事為人 他們說的東西 究竟會不會是跟他們的立場相違背 甚至乎他們覺得不承認是黃教會 之前是承認說自己是黃 之後就說不是 都覺得是沒問題的 這個我覺得完全是很離譜的 說完陳偉安之後 那就是基督教學者 號稱中共學人 梁彥誠又亂說新疆血綿 就是美國壓制中共的陰謀 話說他就在前一個星期四 即是愚人節當日 主持一個評論的節目 重複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即華大媽的口徑 認為新疆維吾爾種族滅絕的罪行 就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抹黑中國的陰謀 他就說美國國務卿 鮑威爾辦公室主任 前陸軍上教勞倫斯威爾黑新聞 三年前的八月就在 一個羅恩寶羅和平與梵榮研究所的講話 講到美國在阿富汗轉換三個目的 其中一個叫壓制中國 他推論了 新疆血綿都是美國壓制中國的陰謀 重點這個不是梁彥誠的推論 重點這個是華大媽的推論 只不過是梁彥誠吃華大媽的口水尾 吃他的口水尾 都是跟著他說美國科技不及華為 棉花產量也不夠 所以說到新疆強迫勞動那些 種族滅絕的東西 其實是跟他一樣的 他那個節目 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他講的是新疆血綿的事件 但整個內容 他只不過是複述華春瑩 在記者會裏面講的 在上個月26日 在上個月26日 講回那條片 那個人說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所以引證了 新疆棉其實是美國和西方社會抹黑中國的陰謀 這些不是他梁彥誠的觀點 他只不過是重複華春瑩的觀點 即是說他是跟這個中共方向 面對他這樣的人 真的不知道會說什麼 梁彥誠的言論其實比以往更差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遮了名字 應該是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 就在加拿大做的一個戰狼外交 你用發言人 我覺得你是在歌頌他 我覺得是中共言論的根尾狗 梁彥誠不如你不要做節目 不如你做外交部的 根尾狗嗎 做根尾狗就更好 人家不讓他跟呢 現在是他自己表忠 我覺得他可以說得比華大媽更好 是嗎 我看得起他的 其實他不應該做節目的 不應該主持節目 浪費了他 其實你比華大媽更加表忠 大哥 我們找個資料 其實他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一個院長 說這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其實都是一個中共大外宣之下的產物 我看過他很多的活動 其實他有很多文章 說文化中國等等 我截錄了一段 為什麼我形容就是一個大外宣下的產物呢 這個就是院長的話 梁彥誠是院長 他有一段說到 法更新的開始來自一種情 就是來自 對於中國大地與人民的親情 對中國近代苦難的悲情 也來自體會真是美愛那種天地之主的恩情 尋求醫治中國歷史創傷的心靈 以及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靈魂 嘩 嘩 我看院長的話的時候 嘩 大哥 寫什麼啊 拍馬屁 煙盛講骨氣 真是 算了吧 別花時間了 還有啊 還有啊 他就說 由於切身體會中國發展中遭遇的難題 文庚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就在1997年又全力投入中國改革大流中 先後成功推動中加廉政文化交流 道德教育誠信培訓 不好意思 真好笑 他說道德教育 他說誠信培訓 不好意思 也和政府高層對話 探討人權法治的發展 在海外也成功舉辦過多個大型中西文化學術交流研討會 並出版文化的書和影音製作 所創辦海外文化學術刊文化中國 成為中西文化思想和靈性修養對話的平台 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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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停了 如果不就吐死了 大家一定要不要盲目跟從 他們在世俗的 credit裡拿得很多很多 梁殷成也是博士 這些這麼厲害的人說的未必是道理 希望大家記住我們門徒媒體窗議的拒絕盲目跟從 回到聖經的真理 最後就是 《信仰百川》登了一篇文章 題目叫做 《取消文化》 《明白各方背後的意識形態》 話說有一個人叫做王國棟 王國棟是什麼人 王國棟是什麼人 這個人有三個博士 三個博士 兩個碩士 他是醫學博士 讀過福拿神學院 法律的博士 他在美國有職位 不止有職位 三個博士 兩個碩士 王國棟 他的英文名叫做 《Gordon Wong》 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4月5日 在《信仰百川》登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 《取消文化》 我現在就幫他總結成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 他說是一個叫做兩極撕裂 他說現在 雙方 在說美國 世成水火 因為兩極撕裂 都是想取消對方存在的機會 不讓對方有發言的平台 他說他的老友 余創豪教授 在這個左右兩派的問題 都是有的 左右兩派都有進行這個取消文化 他認為是典型的極端個人主義 是一個自戀流行病 認為大多數人都不喜歡 聽到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這個都挺正常的人性 第二種 王國棟又說到是右派獨尊 右派獨尊 為什麼是右派獨尊 他就豁著一個叫做 扭曲的基督教文化 他說對於右派來說 排他 是一個神聖的責任 這個是從神以來的命令 是必須替天行道 消滅一切他們不認同的文化 沒有妥協的餘地 不讓異教 異端 有發聲的平台 他說現在就成為了叫做 異端的審訊所 他說不同的基督教團體 在這個取消的文化 就是保護他們不會被複蝕 所以禁止所有不符合這個 年輕地球的六日創造 生命懷人開始 女性講道 聖經字面無誤等等 其實他說的是極端右派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義 這就是王國棟 在他那篇文章裡 就講右派的取消文化 第三點就是左派的極端 左派的唯我獨尊是什麼 就是叫做無產階級尊正 這個其實是事實來的 他講右派講左派的時候 其實都點出了那個事實的真相 當他講這個左派的時候 他就講左派其實極左是很少的 主要都是支持多元的自由派 極端左派一樣都是支持唯我獨尊的 而他們那個根基是什麼 就是叫做無產階級尊正 就說極左從來都不接受多元的 極左要建立完美的社會 就必須是一黨尊正 第四點他就說 哲學上面的包容吊詭 paradox of Torrance 美國那個右派就是攻擊包容文化 他講的包容其實就是講這個 左派的自由派 從這個性道德 反移民 反少數族裔 反宗教 反男女平等 反社會福利 就在這方面去攻擊這個 左派的包容文化 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 他說這個右派就是要消滅對方的權利 又說他們歧視同性戀 還有這個分外性行為 他就補充了 面對這個攻擊 左派在自衛的情況下 左派也都很自然就阻傾了 他說你取消我 那我也取消你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右派的先了者戰 打死無怨 這個就是他的四點 總結就說他很失望 這種兩極有沒有出路呢 他見到這個美國法律界的堅持 他就覺得也不是很失望 這個就是他整篇文了 那究竟哥等摩哥說的取消文化 和美國社會說的取消文化的定義其實不同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取消文化 這個對我來說就有點陌生的 取消文化由美國而來的 英文名叫做Cancel Culture 好吊詭的 其實取消文化是有兩種演繹的 先講第一種 第一種最普遍的就是社交平台裡面的取消文化 有些人會把它翻譯成為中文叫做抵制 或者叫做封殺 這個很容易理解 這個網上的東西 我們唯一會讓大家容易明白 我們就稱之這個叫做個人性的取消文化 總之是一個自發性質的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譬如MeToo的時候 有些明星就被人刺爆他是MeToo 然後大家就說Cancel他 這個就是網絡上的取消文化 而這些文化基本上被取消的對象 就全部都是名人 譬如明星、歌星、知名作家、名嘴 連這個哈利波特的作者都是取消文化的對象 這個就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層面就是政治上面的層面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操作的東西 而在美國一般來說 當大家去講取消文化的時候 其實大家首先會跳出來想到的是左膠的取消文化 總之左膠就拼命在這裡取消 而右派做什麼呢 反取消 所以在政治的層面就是這樣 最經典的例子是什麼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Donald Trump就被取消 不是取消他的總統職位 被取消的意思就是他的言論 沒有辦法在主流媒體裡面被轉載 Facebook、Twitter已經封殺了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取消例子 另外一個取消就是 美國最近新星滾熱辣有一個作家 這個作家有多厲害呢 我不說這個作家叫什麼名字 我先說這個作家有多厲害 這個作家在美國 其實不止美國的 我覺得全世界都是家餘戶曉的作家 他在兒童暢銷書的排行榜 是長年名列前往 比美國教育部定為閱讀輔導物 被翻譯成為幾十種文字 全球暢銷 發行量是超過2.5億 2.5億 誇張 他曾經獲得美國圖畫圖書 最高榮譽的海迪克大獎 和普利策特殊公慶獎 他的幾部作品都是被搬上螢幕拍電影 兩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和藝尾獎 在2020年 他這些兒童故事書的稅前收入是3千3百萬美元 福布斯2020年的收入最高已故名人 他是排第二的 只是輸了給Michael Jackson 一個這樣的人 竟然被左膠的取消文化 取消了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取消他 先揭曉他是誰 這個作家叫做Doctor Seuss 因為他姓Seuss 所以叫做Doctor Seuss 為什麼要取消他呢 就是說他的六本作品 涉嫌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哪一類人 我講一個種族歧視的故事 其中有一本書 翻譯成為中文 我看見了什麼 這本書有一個亞裔角色 就說種族歧視亞裔 怎麼歧視法呢 這本書的圖畫裡面 那個亞裔形象被畫成 帶了一頂追形帽 就像我現在的頂 不過後面有一條邊 拿著筷子和碗吃飯 就是歧視亞裔 這個邏輯我都不明白 但是只不過說回事實出來 這個是當年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確實就是這樣的亞裔形象 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取消文化分了兩種 一種簡單來說 就是網絡上自發的 某個名人被發現了一些奇怪怪怪的東西 然後大家就說 我們cancel它 意思是不再撐它 所以這些人就會失憤 而這個取消的力量 你可以說大可以說不大 但是這件事本身就並不是一個政治操作 另外一個就是政治層面的東西 最最主要呢 大家其實就會說 這個極左就是用取消文化來做事 拜登上台之後好像做了些事情 這個就不只是拜登 這個其實是整個左膠做的很多事情 舉例他們就不准說一些有性別的名字 好像亞門好像不行 最惹笑的是Amen Awoman 當你說亞門 其實大家沒辦法理解到的 你一定要用Amen 為什麼呢 是A-M-E-N 是 左膠就說不可以 叫做Awoman 這樣才叫做性別平權 你說起極左 剛剛看到 原來美國真的有一個州份的教育局 計劃就是說 數學原來是種族主義 就是準確的數學是百人之上的東西 這個問題就是在於 他講第二種的取消文化 其實當政治層面的取消文化 其實主要講的是 左派的所作所為 而反而右派是去反取消文化的 而Gordon Wong就是講到 各打五十大版 大家都有 但是他強調是右派先走 其實這個就未必是事實了 當然啦 我們不是在美國生活 我們都不敢說百分百跟他爭辯的 OK 但是總之我們在看到的資料裡面 就不是這樣的 總之 Gordon Wong的意思 就是把這個取消文化 就徹底把那個波推給右派 最最令到我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去偷換概念 因為取消文化的發動基本上是左交的 但是他又講到右交有份 而且他講到是右交先走 而當他攻擊右交的時候 其實他攻擊的是什麼呢 其實他攻擊的是基督教右派 也是叫做原教子主義 你如果攻擊宗教 你說宗教用取消文化 你黃角洞 作為一個信耶穌的人 我想問你 Ernest 基督教 從來都是排他的 你們只是信一個神 第一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們有兩大的使徒信經 大家認同 而這兩大的使徒信經 都不約而同說 三位一體的神 如果我說 你不要去消滅別人 我信三位三體 那還是不是基督教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怎麼攻擊呢 你攻擊取消什麼呢 他原先一開始就已經是這樣的 開宗明義就是 我不接受其他神的 然後你現在去攻擊他 說他去取消別人 你覺得這是什麼邏輯嗎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邏輯 我這樣說 我完全不知道他這個什麼邏輯 如果你說 那個原教子主義 沒有同情心 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不可以在教義層面挑戰 黃角洞這個取消文化 他意圖 將左派做的事情 而將他推去右派 大家去思考 我不想去跟一個 三個博士 兩個碩士 這麼厲害的人 去什麼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是 小朋友對付歌利亞 如果以學術層面來說 所以我就將大家去看看 何謂取消文化 好了 其實黃角洞說了一件事很對的 不過他就沒有深入去說 他說 左派的文化 都是取消文化 他的唯我獨尊 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起家就是講這些 中共就將他演繹成為 一個叫做一黨專政 互產階級專政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推翻一切既有的文化 因為中共 這個共產主義的立命 都是建基於一個 歷史決定論的基礎 知道什麼為之 歷史決定論 歷史決定論的意思就是 這件事是必然的 沒有第二個可能性的 歷史就會令到共產黨去主導這個世界 所以就可以摧毀了以前的事情 當然蘇聯有做 但我們中國人就講回中共的事情 大家會比較明白 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 你聽過嗎 聽過 熊衛兵做的就是非常典型的 左膠的取消文化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就是叫做 破四舊 舊風俗 舊文化 舊習慣 舊思想 而他的結果是毀滅性的 因為是去到青年人被洗腦 對付自己家人 熊衛兵去批鬥 批鬥父母 大家就會看到這些就是取消文化的恐怖 這些事情就是發生在美國 而美國左膠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說說那個例子 那個這麼厲害的一個 Dr. Seuss的書被取消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其實想說一件事 黃國棟 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他一定是屬於一個 左派的人 所以你看到他的文章 是傾向於去攻擊右派 而這個攻擊 我甚至乎會認為他去到 不理事實 因為他拿到的全部都是認為 右派的不是 他不會去說 左派在取消文化帶來的災難 是的 也要批評信仰百川 因為信仰百川 都是較為進步的一個媒體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是 近來主要是批評特朗普的文章 特別是Gordon Wong 以前也提過一篇文章 就是批評右派 不自投主流的觀點 沒錯他們很有知識 他們的知識很好 但是他們對於美國社會那種深層的問題 他們未必是很清楚 他們是不知道的 他們覺得左膠那種優越感 就會勝過一切 結果信仰百川怎樣 信仰百川就是迎合他們的需要 所以信仰百川也是要批評的 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們有些呼籲 呼籲大家去參加14號門徒祈禱會 我們今次祈禱會的主題是說 守護露宿者 歡迎大家去參加 4月14號 即是這星期三的祈禱會 好像要Google Form報名 是呀 報了名字 之前會給你一個連結 你去登入 在祈禱會之前 我們會給GoGoMeet登入 是 另外我們4月份 還有一次探訪 歡迎大家來做義工 就是4月24號 星期六會出隊探訪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先給我們資料 對 你說說我們的招募 對 我們現在同工都人手很緊絕 特別是記者 主持 對會統籌 各個的崗位 都需要大家加入 如果大家對我們門徒事工 有感動想加入 就來回我們的網站 招募同工 那裏 填一些簡單的資料 我們就有專人聯絡 你 一組合 當然就是借地方錄音 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別人活動的地方 有時候他們有活動 我們就不太方便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個地方 在九龍區 或者港島區 可以隆納到四五個人的時候 而且可以是很安靜 有獨立的地方 給我們擺 如果有這個地方 麻煩都聯絡我們 或者Facebook 給我們 Eric有個結束祈禱 好嗎 我們大家一起同心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看到這個世代 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在那個世界裏 此起彼落 我們求你的靈 與每一個你的兒女同在 讓我們可以辨別到 哪些人說的是神利的話語 哪些只是似神利的話語 讓我們拒絕這個盲目的根蟲 讓我們在你的聖經裏 找出你的真理 當我們去聽別人所說的話 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辨別出 這個是不是符合神 你所說的話 不要因為一些在世的身份 或者表達技巧的高超 我們就盲目地去信這些人 所以我們為香港 為世界 為所有受苦受難的人去代討 特別特別為神利的真理 我們去代討 讓我們可以一起去 作為一個 給我們門徒公義的節目 作為一個敲蹤者的角色 提醒我們的弟兄姊妹 一定要去拒絕這個盲目的根蟲 一定要去找回從神利而來的真理 因為只有神利的話語才是真理 多謝你聽我們的討告 我們大家同時的討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爸們 請大家繼續支持門徒媒體 透過Payme Paypal 轉數快 或者 百特通銀包 課金給我們